每天外出都戴口罩 入到室内 自然想好好呼吸、放鬆一下 但室内的空气质素也很重要 TN2.5有陈胎、毛发和圆袍粒子 这些当我们吸进气管里 都会引起酵喘或皮肤敏感 亦有甲醛 细菌和病毒 当然对我们影响得这么大 因为它会令我们有疾病 甚至死亡 我们在煮的时候 有很多油烟,有一股味道 当我们开机后 半个小时,味道会散开很多 煮食过程会产生油烟 亦会造成空气污染 本来是厨具代理的Joe 因为女女的敏感问题 对环境质素要求特别讲究 其实因为女女有敏感 尤其是被敏感比较严重 所以我也要找一部好用的空气净化机 我会考虑首先它的效能 是否可以把那些沉患隔离 另外还有它要够静 加上现在疫情这么厉害 所以我更加会注意杀菌的效能 非常时期 不少家庭都会选用空气净化机 改善空气质素 不过想有效减低室内空气污染的风险 就要了解相关的效能 市面上一般的空气净化器 它们都可以做到过滤的功能 但是要针对细菌和病毒 我们要看看它有没有杀菌的功能 过滤都要讲求速度 以一个透明胶箱做示法 模拟室内环境 放烟荡污染物 再进行空气净化 几十秒时间 迅速过滤空气中的污染物 再以室内一个空间做测试 量度一下室内空气污染情况 简单一度 每辣方尺的室内空间污染粒子数量 有200多万 经过空气消毒杀菌 收集所得的数据明显有分别 能够过滤 甚至消灭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 空气静洁一点,人也健康一点 它说杀菌的联理是利用DFS技术 去将病毒提細菌杀灭